共有专业课程 祝您投资进阶 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 学投资 找窍门 就上有看头 即刻登陆各大利用市场下载吧 奥运会就是它的塔尖 这个塔基就是全面的事 50号跟05号集体做的 隧道刺激 那种热水的乐趣吧 就那种感觉太爽 人们在上什么瘾 只要我跟你对上了 就一定有个属于 三个妻子有很多含义的 奥运是属于哪个人 为中国的加油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得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机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市场应该说各指数是十字新收盘 指数平盘爆收 但是热点却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出现了轮换 那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还有就是在本周我们看到市场外围动荡非常厉害 那么我们说连续两天的反弹之后 能不能说外围市场的压力就已经消除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两位嘉宾给出的市场分析 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 欢迎您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吴温厂 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 换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刚才也提到了市场全天震荡调整 互指是偏强 那创业板盘中是再创调整的新地 两市今天的成交6199亿 比上个交易日放量279亿 盘面上呢我们看消费等这些低位低价股轮番活跃 尤其是维生素概念开盘出现大涨 我们说一会儿在今日关注当中 我们就维生素还会给大家做专题的分析 还有就是SD板块逆势活跃 农业股尾盘走强 而在下跌方面呢 前期的热点商业航天教育等近期 在盘中应该说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些板块 今天出现了集体推潮 总体上的个股是跌多涨少 全市场超过2700这个股出现下跌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对市场分析 那我们看张秋给的观点吧 我们刚才也说了 今天的特点就是拉出十字星 这个十字星让我们对后市 明天又是个周末 会不会在周末市场会出现一些 对周末有消息的这种博弈的可能性 有没有 好的 我们说这个位置的市场 我们不管从上证指数 还是沪深300上证50 各大指数来看 其实这个地方指数 其实进入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为什么说比较关键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 在2850上下这个左右 就是这两天这个红十字星这个奇稳 那么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各大指数 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反弹 就是两月份的反弹 指数其实是两月五号左右见底的 但是我们去看各个指数 上证指数 沪深300 包括这个创业板指数 这里面其实最弱的 我们看到是创业板指数 它基本已经切入到 两月六号的那个 就是反弹的K线里面去的 但是上证指数还沪深300的话 基本现在已经切入到 两月七号的那根反弹K线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 市场经过这一轮的这个 从接近3200点调整 到今天基本把这个两月份反弹的 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就是 就是涨幅已经就是都 就是都就是已经跌了大部分掉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们认为就是 它其实是有起稳的这个希望 就是说 就是我的观点是 市场有望起稳 但是要看外部的这个经济和金融 为什么说要看外部 难道不用看内部的这个政策 或者说经济 包括各方面的数据吗 我们说这一轮的下跌 它是不是已经把我们这个 所看到的我们这个国内的宏观 和微观经济的数据和一些指标 已经定价在我们这个指数里面 我们我们看到就 包括七五份所公布的 这个宏观的PMI数据 其实它依然 它现在是49.4左右 依然在整个我们叫做 农枯线这个下方 已经其实持续了几个月 也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指数里面 所定价的是整个宏观 或者微观的一些 就是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 那么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资金面的情况来说的话 就是说大家也看到 最近一两周批路的 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公布的 这个数毁的 全一类数毁的情况 基本是6000多亿分 其实6000多亿分 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在一个市场 比较低迷的时候 它没有增量资金 往里面走的时候 其实它的定价 是由边际增量 或者减量资金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 你在一个市场非常活跃 焦头非常活跃的市场 你这个流进6000亿 或者流出6000亿 它其实是 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不是很大 但当市场会比较低迷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 整个数毁进流出6000亿的话 它其实对市场的 整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 就是说整个指数 从接近3200点 调到今天的2850点左右 我认为它一直在反映 这些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刚才为什么说 它有望起稳 因为它实际上 我们不管从整个筹码结构 还是说上市公司 尤其是白马南筹 上市公司的估值定价来说 它又回到了一个 我们说比较便宜 估值比较低的位置 大家肯定会说 估值比较低 它能够业绩往下滑呢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所要观察的一些变量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 所观察的外围的经济 和金融的变量 主要有哪些呢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依然是 关注美联储降息的事情 因为美联储降息 包括日本的升息 它会影响到 这个我们所 最近一两周所看到 这些主要 这个国际货币的 这个汇率情况 它也会影响到 整个市场的 整个国际市场的资本 的流动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 就要看就是说 最近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外围 有没有存在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就是说最近我看了一下 读了几篇文章 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的 这个争论和争议 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它其实影响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 一个衰退 或者说这个年度 或者半年度级别的衰退 它其实都是一个 正常的调整 这里面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大家其实无非最关心的 就是说 它会不会发生 08年或者说 2020年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整个市场大幅 就是刚发生疫情的时候 外围市场也大幅下滑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它叫流动性危机 因为一旦外围金融市场 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 它必然影响的是 全球的资本市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说 仅仅说我们内部的 这些估值或者流动性 它其实是很难抵抗 整个外围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认为就是 这些都是我们 接下来一个观察点 如果这些点 它没有出现大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出现 对我们比较好的转机的话 2850点左右的上证指数 各大指数是一个非常好的 具备打反击的一个点 那这个反击 我们不是说去买一些股票 去炒一下扔掉 我们说的还是一些组合权 包括这个就是 就一些政策 包括一些 我们说就是一些 就是或者维稳资金的一些进入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打这个反击的一个拐点 你觉得市场就在这个拐点当中了 市场现在就走在拐点当中 是的 那其实污温厂 今天这个盘面挺有意思的 它是先下 后上 然后又下 给大家一种感觉是 上也上不去 跌也跌不下来 反正下面呢 也有资金拖着 上面呢 它在技术上 连五日线都没有攻破 又显得有点弱 就是说现在这种格局 我们内生的这种自身矛盾 更在当下会压制市场 还是说外围的扰动会更牵制我们 我觉得就是我们往前推一点 上周四是一根高位的十字 波动不大 而周三是根带量的大洋 这个所以上周四 其实我们表态比较中性的时候 甚至提醒这个 当时我们说了一句 比如说这个包括我写的标题也是 这个警惕日本加息 带来的整个 这个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波动加大的风险 这个其实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至少有十几个朋友在问 包括客户在问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很多人 还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很明白 这一轮或者这一个多礼拜 为什么因为只是因为日元的加息 就引起了市场这么剧烈的波动 大家看到这一个礼拜 其实波动是剧烈的 利率汇率 这个股票 对吧 资本市场全部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那其实核心原因 就是大家还需要明白 就是日本这个零利率 近乎零利率这种状态 其实是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借钱是没有成本的 所以因为它长期的这种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日元借出来的很多钱 我们看了一个统计数据 看了一篇报告 统计数据 认为当前在外的日本的 这个从日本借出来的钱往国外跑的 其实这个日本自己会公布出来的 大概在一万多亿美金 一万多亿美金 这数字很大很大嘛 谈不上 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小的一个数字了 当然你把它平摊到世界上各大金融指数 各大这个市场里面 它可能不起眼 但是在这个时点上 这个虽然日本只瞎吸0.25 大家看上去是不大吧 但是大家看一下日元的这个汇率 这个波动有多大 到现在为止12个点 对吧 12个点 那12个点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假设 比如说美元和日元之间 借出来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1比100 比如说1比100 那我借的是日元 这点大家首先记住 借的是日元 借出来以后换成美元 然后去投 举个例子 我借出来了以后 我投到美国市场 5.5 我拿去拿5.5的利息 对不对 那我当中是不是有个差价 因为我的成本近乎为0 对吧 是有一些的 但近乎为0 和5.5比起来还是比较 但是现在呢 现在日元大幅的升值 就意味着 哪怕你现在把钱 从美元换回日元 你只能换多少呢 88 那当中12个点的缺口 哪里来 这是为什么日本加息 日元大幅升值以后 引起整个全世界资本市场波动的 主要原因 不是说看那个利率 还是看那个汇率 那个汇率的波动 是别人扛不住的 这也是为了 这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也其实反复提到过了 在历史上每一次 你会发现 每次美元准备降息的时候 日本往往都会去加息 我们认为之间是有默契的 这种不多说 这个有涉及到这个 对吧 有些这个阴谋论 但是必须要看到 这种情况其实是不正常的 它不符合经济原理 但历史上每次都会发生 而历史上 这个日元的这样的一个加息 它往往会引起 不少地方的 整个本币的一个巨大的波动 尤其是东北亚 或者是说东南亚 都会引起巨大的波动 这个历史上 我们耳熟能详的 这种金融危机 两次都是有这个影子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对这件事情重视 而且这一次的美元潮息 其实大家看到了 它的影响和前几次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中国的因素在里面 这我们也不多聊 这总之大家明白这一点 我的判断是 我们的判断是 我们认为日元这一次的加息 不会一次就结束 历史上它也加过两次 您觉得这次至少两次 我觉得至少两次 我觉得这个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至少第一次目前来看 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我认为还会有至少一次 这种情况 那么所以呢 就是可能我们认为 相比来说 这个和上周三的那根大洋比起来 我说我们周四 我们比较中心 因为当时已经很明显的有 日本要加息的这个苗头了 这之前其实已经说过了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是要有警惕的 而且因为预期不止一次 所以我们对未来 这一段时间内 我们认为当中 还是会有波折的 但是上周我们同时认为 市场的这个幅度 不一定会很大 而且我们认为 这个甚至我上次也说了 就是明知道后面 要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现在 这个公募基金 还是这样的一种赎回呢 因为大部分人 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对吧 没有看到涨起来 他是不会买的 在跌的时候 只会越来越有人输 不会有人进去抄底的 因为抄底的都在半山药上 已经被埋了 好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就是大家要明白 我们之前说 每次美国加息的时候 资本市场会跌 降息的时候 资本市场也会跌 而往往是降息的时候 跌的幅度更大 我们之前说了20到25个点 这比加息的那一次要大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想明白 加息完了以后 它的目的是什么 美元回流 美元回流 所以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理论上是涨的 这也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 很多资产 它是慢慢往上推 虽然实际购买力 不见得上的 因为它通胀上来了 但是资产的价格是上涨的 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但是降息呢 降息不一样 降息是什么 降息就是它降完以后 它的美元价格是会往下走的 会进入一个从一百零几块钱 比如一百零八零一百零九 向九十甚至九十以下去 慢慢慢慢往下走的过程 历史上有过好几轮抄袭 每次都是这样 这个我认为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吧 所以相对于美元来说 就反过来了 当美元降息的时候 对于所有的长期 就是这一轮潮汐当中 被吸掉的 这些国家被吸掉的 这些美元来说 这些美元最后 它就慢慢回来了 慢慢出来 所以对其他的非美货币来说 我觉得日本因为它的金融 我们认为是 这个主权问题 这个我觉得 可能大家还是要商榷一下 但对于其他非美货币来说 我们认为是一个有好处 长远来看 它是有一个好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以这个货币定价的这些资产 都会得到一定的这个修复 我们认为是有一定修复的 至少是一个修复 所以这个长远来看 或者说比如说 你换几个月来看 我们认为后面 这一段就熬过去就OK了 就是等天亮了 但是短期来说 由于美国市场 我们说的就是降息之前 降息的前后美元 就是美股会剧烈的波动 然后加上日本的这个降息 加息会造成其他的金融市场 大家都问他借钱 这个曾经有很著名的金融学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你看上去 不关联的两个金融资产 高度相关 或者高度负相关的时候 它之间一定有必然联系 所以大家就要理解 为什么美日本加个息 能把整个全世界的金融资产 搞成这个样子 其实它中心就有原因的 其实有人说 日本现在加息是保命 但是美国降息 那是真的衰退 可能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 有人这样做总局 我是不信的 你是不信的 对 我是不信的 就是从现在来看 就是整个市场 接下来在八月份 剩下的时间当中 如果再做进一步交易的话 那A股还能独善其身吗 这个话题 我们在那天 矩阵的时候谈过 但是后来看见 他们反弹得挺顺利 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互盘的动作 好像也还时隐时现 搞得我们大家就搞不懂 是不是还能下去 还有没有下跌的这种空间 就是弄完以后 日本样号说了句 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能不太会这样了 或者说我们可能会 更审慎地去做这件事情 就安抚了市场的情绪 就是有所修复 但是我想说 很多人说 日本 美国降息 不应该资产 包括大宗商品 包括非美货币 不是都应该涨吗 为什么跌呢 为什么这个 这个世界要 之前美国要降息的时候 这个明明通胀很高 为什么日本反过来 它会去降息呢 提供流动性呢 它这么做的目的 对它是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很多东西 当你无法用经济学 原理解释的时候 里面就是有猫腻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由于日本的加息 造成了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借了美元 就借了日本的钱 拆出来 拆了日本的钱 然后换了其他货币 去做投资这些钱 快速的这个收缩 造成了资产价格的波动 但这种波动完了以后 其实就是机会 其实就是机会 因为它慢慢慢慢会 平复下来 直至 直至整个的整个的 全世界的货币周期 像一个重新扩张 去一个这个 这个发展的时候 演变的时候 那么慢慢慢慢 资产价格就慢慢就回来了 而国内这一块 我们看到 A股市场 由于很多人说 咱们人民币汇率 不是也升了吗 对 所以我还有这句话 不见得说 别人钱流出 就一定要到你家来 这当中会有 第一会有个过程 第二不能想当人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的话 那我应该去投港股 我不是投A股 因为相比来说 进出不方便 港股不是更舒服吗 这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 从目前来看 A股还有下低空间 不是 就是我们认为 A股还要熬 时间没到 不是说钱出来了 从美国出来了 然后这个 就一定要去投到 这个人民币里面 或者投到A股里面 对 还是需要一些震荡的 现在市场交易的是 这个恐慌的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 平复掉 以后 那我觉得后面就 真的就慢慢慢慢 全都回来了 你指的这个平复 是日本该加两次 或者是都加掉 对 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 加两次以后 美国该降就降掉 然后让大家都看到 他们的行动出手了 然后我们再做 整个对A股 就不是交易情绪了 交易的就是 这个重新刺激 信用重新扩张了 这个周期 好 那张秋 我们快速的 把今天这个盘面当中 涨涨跌跌的板块 给大家捋一遍 今天我们看到 教育板块 是出现回落 这可能也跟 政策发生有关系 是的 之前大家觉得 反转了反转了 是不是 如果这个 现在涨了一段 快速涨了一段 然后又有政策发生 这个教育板块短期 是不是就算熄火 我觉得教育板块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 如果说从 最近短期的 炒作角度来说 大家要担心 但教育板块 我们还是说 你要分开去看 因为我们所说的 教育培训板块 它里面的 指板块 指业务非常多 大家这个 最喜欢关注的是 CASE 比如说 从小学到 这个初中的这个培训 那过去双减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基本 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又不好开展 那么现在其实 有在部分的恢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全国性的那种龙头公司 你很难看到 它在全国性的 去大规模的扩张 还有一点 我们看到 就比如说 非学科教育 比如说 钢琴培训 还有这种乐高培训 就是小朋友这种 就是一些技能性的培训 它跟我们所说的 这种语速音速里话 没关系的 它其实呢 其实前面并没有受 那个这个 就是政策的影响太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 看了一下 其实业绩没有太大的亮点 就是说 大家过去会看到 就是说那种体量大的 业绩出来多了 基本是跟K12 因为K12它能够标准化 成规模的 全球的 全国去铺开去做 现在我们所看到 这些就是说 一些兴趣爱好类的 它基本是一些区域内的 区域内的 我们看到上市公司 它有可能吸收的部分 的业务在里面 当然对于它整个 营收体量 业务体量的这种 就是增长的 其实没有太大的带动作用 因此我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看教育板块 其实就是说 除了一些能够算业绩的 你可能认真算一下 大部分其实都是跟着 这个就是事件性的驱动 在那里就脉冲一轮 因为而且 我们看到非学科的教育 现在其实也受到一些消费 我们所谓消费低迷 或者消费降级的影响 大家其实已经都看了 连钢琴都卖得少了 那你说钢琴的培训 或教育 它的业绩 或者它的这种营收 能够 您是不看好这个板块吗 短期和中长期都不看好 不看好 都不看好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只有你能够 算业绩的公司 你才知道去看 其他我认为就当做 事件驱动 或者主题炒作 来就可以了 来 我们顺着这个教育板块 再说说今天下跌的另一个板块 商业航天 吴文厂 商业航天这个板块 应该说积累了比较丰厚的获利筹码 对 在这个位置当中 大家又非常看好 未来商业航天 它在新制生产力这一方面 它的实用的推进可能 在这儿我们应该怎么辩证地看 它的这个调整 怎么说呢 这个其实商业航天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未雨绸缪 我很多的是一个跟随的这样状态 至于说现在马上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变现能力 其实这一点上 至少我还不是能很看明白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呢 就像说的 就是当这个海外啊 就发了这个地轨卫星 发了那么多的时候 你这个跟不上 最后这个空间被别人占了 你发不出来了 你到时候想发也发不出来了 这时候就会很麻烦 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个 长远的一个考虑 这件事情本身定位就是长远 而不是说掩面前 马上就要这个变现 这个很难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所以这个为什么 之前的这个包括发射 包括其他的造卫星呢 等等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更占便宜一点 它更容易出业绩 因为这个所谓卖铲子的嘛 对吧 说什么东西之前 是先做卖铲子的 就像当年开发5G的时候 这个造机站的 运营商是先靠边 对吧 因为它是花钱的 掏钱出来的 但是这个建5G的 建基站的 那先受益 这个其实也有这个逻辑在里面 那么因为短期 它不可能说马上大量变现 大量能够产生业绩 那它就会急剧的风化 而且短期用获利盘还是蛮多的 你看当中对吧 七个八个的都都好几个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有过一次一次的获利回途 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逢低 这个回落以后 这个找机会还需要买 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不买这一轮最强的那个 但你一定要买靠前的 千万不要买后排 就我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但凡一个板块 成板块集体冲锋的时候 第一次分歧 第一次回调 你是你就是强势股 或者是说跟的跟前面 跟的比较紧的你上车的机会 而不是后排 后排它最大人出现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掉头早 涨是跟着涨的 那你说在今天盘面当中 商业航天出现了这样的 深负回调的话 那有一些朋友 前期也看好这个板块 能不能在回调过程当中 做一些更中长期的布局 能吗 中长期我就说了 就是它暂时大部分业绩 不能够马上变现 所以我认为这一轮是炒作 不是基本面 那你觉得到头了吗 对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大家 就是一定要尽量买前排 而不是买后排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炒作的票 真的强势的东西 它一直在上面 始终去进行一个折腾 因为资金介入很深 它不会很翻翻下来 但你会发现你抢后排的 尤其后排它发动的晚 你会发现它走势很凶 往往是一掌停 或者说很强 卖冲的方式往上冲 但它掉头又特别的快 它守都守不住 所以真的如果回调要买 你尽量买靠前排的 千万不要买后排的 买后排就特别难受 其实今天在盘面当中 我们说有利好的方向 比如说整个市场当中 有互盘的迹象 指数在下跌过程当中 也有承接状态 第二就是今天在尾盘 结束之后 我们还看到 关于券商的收购消息 就是国联证券 以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 收购民生证券 99.26%的股份 并募集配套自己 就是券商有消息了 就之前大家看中兴证券的 那个波动的过程当中 就期待有这样的消息 现在有了 怎么看券商 券商股 其实大家去看 它的这个股价 跟它进市场 就是它成的 就是大面积的是迫近状态 或者说在进市场附近 过去我们说券商的这种 就是你如果起行情的话 基本就是两倍PB 两倍PB 就要股价要方向跟斗 那现在我们就是 不期望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位置 怎么样来看待这个 券商股的价格 我刚才说的 它的股价的状态 是大面积的迫近 因此在这个位置的券商股 其实是很容易起脉冲行情的 但是券商股的脉冲行情 它靠什么来引导呢 你这个地方是很难靠 它的EPS 就是很难靠它的业绩 因为大家也知道 券商目前的 券商的几大业务板块 其实大家很清楚 现在整个经济业务 它因为降渊 也降得比较低 投行业务IPO 基本现在就是说 因为控制节奏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券商 也要靠它的业绩 来拉动它的股价 其实是挺难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主打一个低估 第二个就是事件性的驱动 刚才说的国联并购 这个民生的 包括前面传的 这个中金和银河的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去做一些整合的话 它很容易就是说 带动券商 起一个比如说 两三天或者说 一周左右的 这种脉冲性的行情 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券商股 我认为就是说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去 就是整个市场 我们大家在 肯定会思考 2850点 那你如果认为 指数要往上 它靠什么去往上呢 其实我认为 像券商股这种办法 它也是具备 冷气带动效应的 但是这种冷气带动效应 它是需要一些 事件性的推动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券商股的 原败冲性的行情 那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 在关注券商 这个过程当中 也提到 就是未来看 有没有这种 合并的消息 当然各种传闻都有 今天落定的是 国联对民生的收购 那像在券商的 操作过程当中 能不能对未来 就是这一波 券商合并之后 带来的一些 券商个别股的行情 能为我们看清 后市整个市场 能有一个指引吗 因为大家说 券商动市场有行情 能吗 这一波 是不是跟以往不一样 这个券商呢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 整个的这个行业 这个环境是比较差的 比较恶劣的 不是差了 是恶劣的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认为 在过去 我们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国家推动 券商之间 兼并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不是说简单的 我们俩 做大做强 对 做大做强 这个是一个方面 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减少无需竞争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 竞争的越是激烈 然后这个 尤其像这种债券市场 这些东西 IPO 出现了很多的乱象 这种乱象 这个 有很多很深层次的原因 但是这个 是不是 就是券商这么多 这么拼命的去 这么去竞争 而且大家都呈现一个 比较散 比较小 这样一种状态 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这个 适合这个金融 进一步的这个去发展 这个我觉得 可能初衷在这个 而且呢 这个我想说 我觉得 确定一加一能大于二 就不一定的 要看整合能力的 我记得 在我印象里面 对吧 咱们别的不说 我这两天 因为正在看那个 看一个股票 叫加换 当时我觉得 记得当时 双方争夺的时候 在这里做节目 那天我正好也在 我们当时就看到了 这个新的股东进来以后 大家想想 当年加换 战略投资者 对 当年加换有多强 你到任何一个 是当时是强生 然后你看到 任何一个 大一点的 这个商场里面 你都能看到 他们很好的 一个销售情况 很好的一个 经营情况 但是新的股东 进来了以后 对吧 本身传就传了一些事情 所以最后 你看到这两年 没声音了 企业也下去了 所以确定一加一 一定大于二吗 这个东西 这个还是要看 不同的企业整合能力的 最后还是要看 整合的这两家人家 能不能最后 把它给捏起来 能不能有一个 强的领军的人 把这件事情整合好 真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短线有刺激 但是真的能够出结果 或者以此来判断 需要进入牛市 我觉得这个稍微炒帅了一点 我觉得还要观察 今天旁边当中几个热点板块 跌停的就比较多的两个板块 还有就是今天在市场当中 有可能在明天有反应的 像这个券商消息的相关板块 我们都给大家做了点评 供您参考 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公司与行业的人际嘉宾居累 2025年的新年课 日前已经上线 新年课的课名 是教你建立专属交易体系 从即日起到8月15号 为新年课的优惠购买期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通过有看头APP 去了解 或者是拨打 公司与行业的咨询电话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另外为了帮助大家 更好地了解新年课的特点 居累还将于本周六 在上海举办一场线下见面会 届时除了介绍言课之外 居累还会跟大家 分享下半年具体行业的投资路径 以及如何进行仓位管理等 实际操作当中的难点问题 有意参加的观众 可以拨打公司与行业的咨询电话 来了解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那我们的优惠时间到8月15号 好了 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是今日关注 今天今日关注 我们关注的是维生素 一会儿见 老凤翔提醒您继续观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一周前的全球维生素巨头巴斯夫的德国工厂 发生爆炸事故 导致部分维生素产品停产和供应中断 那维生素价格出现跳涨 售价一周内狂飙256% 那A股概念股掀起了涨停潮 今天上午像明镇健康 尔康制药都是20厘米的涨停 另外像老牌的浙江医药 广基药业等多股也打到涨停 那么我们说 这一个爆炸事件对行业供应格局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维生素板块的大涨 是昙花一现呢 还是能再走一程 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的分析 那张秋总 我们说从市场供应情况来看 在维生素领域巴斯夫 它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 就是这个事故一出 马上整个维生素就涨价了 它是维生素C和B和D 是吧 A和E 就是它的涨价可能比较明显一些 那我们到底是昙花一现 还是说还能再走一程 怎么判断 好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 现在就表现最突出的是维生素A和E 那实际上维生素这个行业呢 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研究了 为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行业的研究 这个行业关注 或者它的机会不仅仅是这次 它火灾的这个事情 因为维生素也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过去沉浸一段 就是说一度就是说供给它过剩 然后需求又比较低迷 那么刚好过来 所以导致整个维生素价格 它也一直在往下走 往下走 其实后来就出现一个产能出清的情况 跟这几年 这两年我们看到了像这种面板 这种就是国内的面板产能 或者韩国的这种面板产能 它其实都讲的故事都非常像 因此就是大概一两个月前 我就看这个 看这个因为也是因为 卖方有人在讲这个 就是供需的 供给收缩的一个逻辑 需求呢还不错 需求主要不错在哪里 就是说今年我们所看到 就是说养殖 就是养猪啊这块 它整个我们看到猪的价格 其实在起来 因此就是说 它这种下游的这种饲料啊 各方面其实它需求是不错的 那么为什么到这个位置 我们突然看到了维生素A和E 因为这个就是巴斯福这件事情 导致今天是就大面积的涨停了 因为我们来看 它的供需格局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特别维生素A和E 刚才说的这个巴斯福 大概A 维生素A在全球占26%的产能 它是那种柠檬泉 对它第一名 它原力 然后维生素E呢 它基本也是第一名 剩下的就是说 它其他的占有力 我们看包括国内的新河城 包括安迪苏 浙江医药 蒂斯曼还有一个能特科技 就能特科技原来我们看到 是一个叫ST灌辅的 它其实下面有个 跟这个蒂斯曼合作了一个 就是在国内投产的这个 这个维生素E 就这几家 那么这几家 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它大概进入7月份以后 陆陆续续都停产检修了 加上这次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 巴斯夫的火灾的事情 它也停产了 那因此现在能生产的 仅仅剩下一两家 在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了这个 维生素E的价格 是从大概70左右 直接现在已经到了150多 今天有可能在160左右 就是说16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说70块前一克的 这个维生素E 基本就是去年的盈辉平衡线 就我一个月前 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 它每一克就是涨10块钱 10块钱 它的这个10块钱 那么一吨就涨了 大概就是说10块钱 那么这里面它的弹性 就是说每吨的弹性 是7500万 很厉害 就每涨10块钱 这家上市公司 每一吨 净利润会涨7500万 那么你乘以它的产能 有的是2万吨 有的是3万吨 这里面就出来了 关键是从70块到今天的150 156 它已经涨了多少 它涨了7个8个10块钱 就7500万要乘以8 再乘以它的产能 因此大家算一下 这个浙江医药 包括我刚才说的 这个一些 这些上市公司 它的业绩弹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后面接下来 我们要判断一个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个事件驱动的 月度级别的呢 还是一个 它是半年度级别的 如果它是一个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的 那你就不能连话说 我按照我刚才这个 来算它一整年的这个利润 所以它的行情的持续性 和级别的大小 是取决于事件的影响 第二个取决于 就是整个供需格局 它的这种 现在已经进入供需 紧张那个状态了 它会持续多久 那对于整个这块来说 我认为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受这个 事件性的驱动 它应该会持续半年左右 所以我认为还可以持续看 但是这里面 刚才你理念了 很多的那个就是上市公司 有的公司 其实贪量非常小的 事件性的一个草动 有的公司 它利润弹性会非常大 安利苏 金达威 对对对 它基本上就零点几 有的就零点几吨这种 那有的是两万吨三万吨 这种公司 利润弹性会非常大 那刚才张秋总 对维生素的这个观点 非常明确 他认为还能涨一段 那吴文长 我们知道就是巴斯福停产 是在2023年年底 这个时间就是减产 不是停产 减产就是2023年年底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看到维生素 其实就已经开始涨价了 你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提过 那么现在又加上 这个爆炸事件 那整个这个价格 是出现了一个肥涨 我们说其实维生素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这个品种 我们到底怎么预判它 我们有什么可以参考 张秋总刚才给的观点 就是他认为这个价格 还涨 就是我们用什么 用库存 还是用什么 有没有期货 或者有什么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问题 几个问题都问得特别好 第一 就是因为它是个周期性行业 这个产能包括这个技术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个包括它的 这个竞争格局 比如说欧洲市场 大概多少 国内市场大概多少 美洲市场大概多少 其实已经基本上 已经比较定下来了 过去在化工领域 粘于是我们的烟台万华 除掉烟台万华 其实国内大部分的企业 并不具有特别强的 逆周期的这个扩产能力 所以整个竞争格局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但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是什么呢 是俄乌以后 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 大幅飙升 所以造成在欧洲本地 尤其是德国生产 化工类品 它的成本相较于过去 是非常的高的 这是为什么德国 把它的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的产能 移往了中国和美国 就是这个道理 尤其是国内这一块 整个的配套 基础 甚至是消费地 整个 全部都在中国 它的整个成本管控 是最方便的 包括运输等等 都可以省下来 所以这个趋势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欧洲市场上 它的这个尤其是 当时过剩产能以后 整个的这个减产情况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造成了这两年的时间 虽然维生素行业 并不景气 但是呢 产能的趋化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 我们其实之前 我记得当时我们 在可能去年年底 去年的时候 我们聊猪 聊这个化工的时候 曾经我说过 强州基品种要怎么买 在它的业绩 没有兑现出来之前 就之前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不景气周期 所以它的业绩越来越差 估值越来越高 甚至出现负的 也就不显示所谓的PE 那在它的拐点出来 但它业绩还没有 体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每一次的大幅回调 都是机会 而不是需要恐慌 需要恐慌的是 当它的价格上涨 周期拐点出来 并且业绩大幅体现的时候 你要判断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要判断的是 它是否具有极强的持续性 比如说 猪州期过去 我们说四年 维斯素周期 我们认为是三年左右 或者是说三年半左右 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它到底是一年半两年 还是反过来的 也就是仅期一年半 不仅期两年 还是反过来的 这个时候 你就要判断 它的这个价格 是否有继续上涨的可能 或者维持当前强势的可能 有多大 这个时候你再判断 你在股价涨上来以后 或者说 至少涨过两大波以后 你是否还值得买 还值得持有 这是要判断的 而不是说 到了这个业绩已经体现出来了 而且业绩逐渐的在改善 甚至是在大幅增长 股价也胖胖胖上了很多 这个时候还要自我强化 这就错了 当前是周期拐点在眼面前 而这个短期有业绩推动 供需经过两年的去化 情况不错 然后呢 这个短期有了这么一个事件推动 需求端 它的某一块 尤其是生猪 这个情类养殖这一块 需求明显的恢复改善的时候 你要明白 就它应该是会走得比较远 或者走得比较长 这个时候 业绩都还没有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真的有回调 你就是要买 上周期是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很简单 就是它是去化过产能的 短期又有世界 需求端在恢复 业绩还没出来 这个时候是不应该买吗 当然应该买了 这是强州期品种最明显的买点 也就是第一轮起来 也就是第一轮没看到业绩 预期先起来的时候 它回调 这个时候就应该买 回得深就应该买 这是最好的机会 至于说股价起来 这个业绩起来 这个时候再买 就看你自己的判断 这个时候其实赚钱的难度 要比你第一波 回调的时候买 难度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估后面的业绩 你要估后面的空间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客州求见的 所以这个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要给大家 就是顺带我还要提一下 强州期的品种 尤其是化工类的 它最容易出现什么呢 就是 你看巴斯福它先会减产 减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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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就快再爆炸了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 现场保驾的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个大家自己理解 总之它会改变 短期的供序格局 把情绪点燃 这一点就是它的作用 我看了一些 这个投研报告 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会不会 在这个维生素的 这个区库存过程当中 就是国际的这个用户 会不会进入 这个区库存的一个尾端 或者是在目前 在把这个上一波 消化掉之后 就你刚才说的 在减产和爆炸之前 把上一波消化掉之后 进入一个常态化的采购 这个问题 我觉得确实需要补充 第一点就是 我再补充几点 第一点就是 第一你要明白 产能的恢复不是这么快的 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这个欧洲地区的产能 在往两个方向再搬 这个搬 其实这个产能 重新落地的周期 不会时间特别短的 这个大家也明白 不是说我原来在 比如说我原来在 这个科隆 我这个厂重新在 恢复产能 不是这样子的 它在重建 这个东西正在往外分 这个其实大家也明白 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当这些的产能 在经过两年的 去化当前处于一个 比较差的水平 比较差的水平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四周期当中 现在是属于什么 现在可能就是继续发展下去 你会发现 有可能随着这轮涨价 会进入一个 这个加速 就是这个主动 累库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其实是股价 在最容易涨的这个阶段 好的 今天我们的今日关注 重点跟大家说的是 维生素 刚才也有人留言说 怎么涨什么说什么 好 那我们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请两位说说 未来看好的方向 好吗 我们一会儿见 奥运会 就是他的塔尖 这个塔基就是全面的事 我明后跟明午后 集体做的 睡到自己 那种热水的乐吃吗 就那种感觉太爽 人们在上什么瘾 只要我跟你对上了 就一定有个属于 三个汽子 有很多含义的 奥运是属于美的一个人 为中国的加油 和谐中华 语度滋润 和肥贵 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问问两位嘉宾 从目前时点来看 对未来看好的方向 你们关注的点 张秋总 好 我刚才说的 这个2850点这个地方 是具备打反击的一个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判断的话 应该说 接下来白马南筹 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因为他们其实基本把 这个前面访谈的 基本就都 你是指红利指数的 这一部分吗 不是红利指数 红利指数我上次讲的 要担心高位的补跌 但是要注意下面的反弹 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利 红利票 跟我们所说的白马南筹 其实还是两码事 红利票其实很集中 就那些包括长江电力 现在煤炭都已经不算了 长电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 就是主要还是长电 这一类的公司 白马南筹 也就是我们所说 你今年看到的 过去叫做好公司 然后当时今年 你看到它的增速 其实基本就百分十 或者就各位数的这些公司 现在股价调的比较多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们说 如果说看好指数的话 那你这一类股票 互升300为主的这些票 其实都是你关注的目标 它其实是不分行业的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 如果说再讲细一点 我们刚才也说 那能不能关注 这个位置的消费股 就白酒股 我们说茅台 茅武炉都很低 是不是也符合 我刚才说的白马南筹 确实他们就 我所讲的白马南筹 它不属于红利内的股票 但是这一类股票 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关注呢 我认为是可以关注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 指数的一个 可能的这个拐点的位置 从这些公司本身的估值来说 估值来说 因为估值这个东西 是跟你的基本面相挂口的 就是大家的情绪很悲观 认为茅台你现在可能 15倍的市盈率都 都抵不住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就五两页 五两页现在市盈率只有12倍啊 但是2018年的最低点是15倍 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比较到 在历史风位数上都很低的 但大家肯定会认为 那消费不行 茅台你看这个EP价 包括这个外面整个流通情况 都没有过去那么好 但是问题在这个位置的茅台 这个位置的估值 能不能出手去买一把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因为接下来是 我们所看到的中秋和国庆双节 在这种位置的情况下 我们所看到 应该说你两二季度的半年报的 这个这些主要龙头的 茅庐公司的数据 应该是不会差的 因为这些大部分白酒公司 它在一季度的时候 打款已经百分七十了 就百分六七十了 在这个位置 大家的悲观或者说 外面消费的时间 影响不到它半年度的业绩 但它的业绩 你会在什么时候去关注 观测到它或许存在的拐点呢 明年那是明年一季度的事情 也就是你关注毛五炉的业绩 是不是下滑 你的数据要到2025年的一季度去关注 但股票出来都是率先反映 大家的悲观 尤其反映整个消费的情况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如果冲着这个中秋国庆双节 冲着这个位置的估值和股价的位置的话 我认为他们就是你值得关注的一类板块 贵州茅台也公布了2024年度到2026年度分红的基本情况 就是提到每年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75% 是今天给了一个公告 这是今天表了个台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听听这个吴文昌怎么说 刚才张秋总的这个观点是集中在白马蓝筹 还有就是部分的消费 好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 稍后再回来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 你呢 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 让有看头帮你搞定 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 操作分享 学习高手策略 实时数据 把握市场动态 共有专业课程 助您投资进阶 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 学投资 找窍门 就上有看头 即刻登陆各大运动市场下载吧 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来看看吴温厂 接下来看好的板块 当然了也顺便给一位朋友回答一下 他对地产的这个疑问 地产这个还巧了 真的这两天真的是正好大家讨论 你为什么分歧很大 这个 这个大卖方给的观点啊 它的原话 其实就提炼出来就一句话 最容易超预期的地方 就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是它容易超预期 是政策上 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原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精烈的 那你看好吗 未来 看了再说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其他东西 未来你看好的方向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配 就是真的周期拐点过来的时候 我就是可以配的 但是也没钱你让我去 就可能其实是在博弈政策 我觉得是在博弈政策 这个 我看好吗 我觉得下半年这块 因为经济整体的起色 你要在比如说包括美国 你说它经济 不管软着路硬着路对吧 总会有已经摔 面临衰退的这种情况下 你说全世界范围的 经济怎么怎么增长 我觉得是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虽然要重新开启新轮周期 但往往新的一轮周期 刚刚开启的时候 就像刹车 刚点刹车的时候 车子还是在往前开的嘛 就是一样 就是现在开始刺激了 不管它早还是晚 但是这个衰退 是会有一段时间的 直到它发生 从量变到质变 所以我们认为 现在找的尽量是什么呢 就是有自己相对独立周期的 拐点就也没钱 或者拐点刚出来的 那我觉得这个呢 相对比较扛 整个经济的周期 它整个独立性 会相对强一点 这个比较容易 就市场追捧 而且这个 我们的这个市场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对于涨价 是非常感兴趣的 真的当它看到涨价的时候 数字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更多的卖方 会拿计算机来给你拍业绩 它就会对于它的这个定价 发生变化 所以我就包括猪 包括军工 包括猪和相关的 其实大家想想 2022年的时候 维生素 猪价跳涨过一波 那个时候是不是维生素 也跟它跳涨过一波 一样的道理 你会发现它怎么 都是一起的 它的联动性 就差两三个月的时间 它的联动性是很强的 所以一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们确认猪这里是拐点 那现在业绩是不是还没出来 或者还没有完全出来 预期还能持续 且还有一定高度 那这个时候 它和它对应的 包括这个疫苗 防疫 对吧 在整个生猪的完全成本 里面包含的这些东西 由于饲料价格的下降 由于产量的上升 所以当它的完全成本 一直在往下降的时候 现在我看到最低的已经跌破七块二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很吓人 我其实求证了一下 说是因为饲料价格下得很快 所以完全成本下来下得很快 这个 所以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现在生猪的价格是多少 九块 十九块多 部分的省市已经超过二十 价差已经很大了 就很漂亮的数字 即使维持这个价格 想想三季度 这个大量的这个 猪肉企业的这个业绩都会 极其漂亮 相对于去年的增速 都会是非常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所以短期现在股价的这个下跌 我觉得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 我已经说了几次了 就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机会 然后对应的 包括军工 订单已经在恢复 如果大家跟踪的话 会看到好几家偏白马的公司 在互动仪评价上回答的就是 订单正在有序恢复 他用恢复这两个字 很说明问题 股价从最早 就是这家公司用这家好公司 我们认为挺好的公司 从最好的时候 两年之前 八个季度之前 年均增速超过100% 然后这个估值最低 已经达到十倍以内 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倍了 周期买在哪里 周期当然是买在他的 这个数字最大的时候 然后卖在他的估值 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这是做周期的特点 好吧 刚才这个观点也比较鲜明 就是张秋总是 白马蓝筹 然后消费这个方向 也很明确 那吴文厂刚才提到的 就是猪肉军工 没听错吧 好的 那感谢两位 谢谢张秋和吴文厂 那稍后是我们的 财经夜行线 明晚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如何让创业初心与资本力量和谐共生 直面商业难题穿越管理名物 同脑风暴 带你开启思维激荡的盛宴 人们在上什么瘾 只要我跟你对上了 就一定有个输资 三个妻子有很多含义的 奥运是属于哪里的人 为中国的加油 一村一西一风景 一阵一和一风情 你的家乡是不是中国最美村人 用脚步丈量泥土的厚度 用产业提升发展的速度 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用责任有担当 为乡村振兴天才加薪 弘扬典范 张写成就 鼓舞创新 2024最美村镇将颁出 典范奖 成就奖 创新奖 最美乡村服务官 最美国际小镇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凝聚前行力量 向世界展现一军一夜和美的中国 第一财经发起 联合80家主流媒体共同主办 换新振兴之力 汇救乡村未来 王位 沙戎 尾 重新多 三 二 凯 三 仇 兴 我 八 非常的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市场顺其外变 是谁洞悉未见 汇政财经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 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以投资智慧为本 以陪伴服务为刚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资付